人们老师您好 您好 我们讲周扬啊 讲了好几次 讲了好几次呢 但是现在我想就想提出这样的问题 他提出哪些思想 他的哪些思想 最让邓小平和胡乔木 他们这些人感到不安 引起他们的很强的反感 那以前他到过 他提出一些 比如说 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问题 三次思想解放运动 时间检验整理标准是 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 对 这些都是引起重视的 那今天呢 我想着重讲一讲就是 邓小平最害怕的一个问题 异化和人道主义 异化 异化和人道主义 就是说他们最后 打周扬 就是打这个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问题 那个周扬提出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问题呢 他是从那个实践出发的 针对这个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 他指出就是 社会主义 也有异化 因为过去 过去马克思讲的比较多的是 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 特别是劳动异化 那这样提出来呢 就是社会主义社会 也有各个领域 也有异化 包括政治 经济 思想文化 各个领域都存在异化 他把当时的改革 跟克服现实中间的异化 连接起来了 提出了改革的目的 就是克服各个领域的异化 来实现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全面解放 使得人的本质力量 得到充分的自由的发挥 这样的这个思想 我认为是打中了 就是邓小平成运他们 要害 就是邓小平成运他们代表的那些 老人里头的这些 旧势力的话 他们的目的呢 只是恢复和扩大 在文革中间失去了的权力 所以就是要官复原则 然后还要升官 比如像王正一样的人 最后升到国家副主席 那都是这样一个目的的 王正是最磁肉的 权力是最重要的 没有权力我什么事情也不能做 他就是公开的就这样宣扬权力之上 那么他们也意识到 这样的这样一个思想 关于改革克服异化的思想呢 他不是他一个人的 而是代表那个 改革开放的那个年代 正在形成的一种历史潮流 一种能命的意志 所以他们要 对这个思想一出来 他们就是要封杀 所以当时来讲 这样这个思想 是一个普遍性的 比如说我们过去 在谈邓小平帝国的时候 常到的胡遥邦组织三十大讨论 真理标准讨论 就是克服思想的异化 个人理性 那生产目的讨论 就是克服劳动异化 目的是人 目的不是为生产而生产 不是为商品而生产 就是克服劳动异化的 那么第三个大讨论 就是人民是国家主人的讨论 那就是针对权力议化 所以说 当时这样一种思想 是普遍的得到 这个社会各界的 一种欢迎的 就代表着改革开放的 这样一个历史潮流 就是要解决 这个社会主义存在的 这些不同领域的 这个 议化 所以 早在1980年9月 胡耀邦就请周扬 在中央党校 跟全体学员讲过 这个问题 当时这样的题目叫 思想解放和现代化建设 中间就最重要的一个观点 提出来的一个新观点 就是提出了 异化和人造主义的问题 我想呢 你的问题中间提到 什么是异化 我想简单的把这个东西呢 要讲一下 因为邓小平有一句话 说异化这个怪名词 他觉得异化这个名词呢 很怪的 其实我认为这个名词应该说 并不是很怪 这个名词 在哲学 社会 科学中间的 是一个普遍 通用的一个名词 至少已经有二三百年的历史了 只是邓小平自己 不了解 鼓勒挂弯 少见都怪罢了 而且呢 在中国 早在六四年 这样就提出过异化的问题 我想当时像毛泽东 周恩兰这些人 都是很熟悉的 因为这样的历史报告呢 毛泽东亲自修改 大家都知道的 至少 我当时在中宣部工作 中宣部工作的人都知道 六四年 六四年 六四年是个什么场合 在那个社会科学院 当时叫中国科学院 社会科学部大会 协部委员的全体会上 讲的异化问题 当时是针对苏联的社会主义 的异化来讲的 所以当大家都知道 当然从那个 世界的那个 学术理工来讲 那当然 好几百年 很久了 最早是何博士的那个 李维潭 那是1651年了 已经三百多年了 那么这个词呢 是首先在这个 李维潭里出现的 那个词 叫做 阿里安拿行 那个法语是叫阿里安拿行 从拉丁话转过来的 这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英文呢 叫阿里安拿行 那原先的意义 是转让的意思 那这个 何博士他觉得 他的李维潭 他的这本书呢 叫做李维潭 李维潭 李维潭什么意思呢 叫李维潭 他是 九月圣经里头的一个怪物 怪兽 一个怪兽 那这个 哈布斯尼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国家 国家就是 是一个 一个 共同体吗 共同体呢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 都有自己的自由 但是在一个自然的共同体的时候 每个人都想占有的更多 所以呢 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 一方面自己要去占有 当然一个人就是国王了 一群人就是贵族了 或者是一个集团了 那么让他们呢 代表这个共同意志 来保护每一个人的自由权利呢 不要受外力的侵犯 原先就是这样一个目的 但是国家 形成以后 他会变成一个怪兽 那就是说 掌握这个国家权力的人 统治的人 他是 是要别人委托的 可他的意志 变成一个至高无上的了 所以他就会变成一个 一己的力量 就是我原来把这个权力交给你 让你保护我 可是呢 我交给你以后 不能保证 你拿到这个权力以后呢 反而成为我的一个对立面 就是说 国家就可以来统治人民 人民的权力交给了这个统治者以后 这个统治者呢 不是来保护你 而是来侵犯你 就变成一个怪兽 所以呢 这个转让的意义呢 就增加了一个变身的意义 就是说 转让给你 但是呢 变成 我们转让这个权力给你 这个权力在你设立呢 不是来帮助我 而是变成了我的一个对手 对立面 甚至于变成我的敌人 这就是 异化 就是 自己拿出去的东西 或者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 变成一个一己的力量 来那个 成为自己的对立面 成为自己的敌人 甚至于 成为统治自己的一个一级力量 这就是一花 那么这个一花呢 最先运营的是 在那个政治学上 就是那个 何博士 运营 后来比较有名的运营的就是 罗书 罗书有一本叫 社会契约论 它的主要著作 中国也是很早 严富是 严富就翻译了 叫民意论 罗书就是 也是这个意思 他说 如果一个人 可以转烂自己的自由 使得自己成为 某个主人的奴隶 那么为什么 全体人民 不可以转烂他们的自由 使得自己成为 一个国王的臣民呢 但是罗书呢 认为这个国王呢 拿到了权利以后 应该代表 这个民意 来保护人民 来保护人民的自由 保护人民的和平 不是为别人侵犯 不是敌对势力 或者是外国势力来侵犯 那么罗书呢 又进一步 起出了一个观念呢 就是说 如果这个国王 或者这个统治者 违背了 人民的意志 那么人民 可以起来造反 所以说 罗书跟 和不是的不同呢 和不是比较悲观的 就觉得这个 可能是不可避免 也没有办法 你反正一个怪兽 要欺负你 那罗书说呢 没有关系 如果差真正 变成了一个对立面的话 那你就可以 推翻这个国王 社会这个权利 这就是做反有理了 所以呢 罗书就成为 法国大革命的 理论根据 所以邓小平说 毛泽东是受了 这样的影响 发动文革 那从邓小平的逻辑来讲呢 也是可以说得通的 因为毛认为 修正主义 违背人民的意志 人民可以 造修正主义的反 所以邓小平就认为呢 这是毛泽东 发动文革的 一个理论根据 他是这样来 推认这个东西的 邓小平这个话 是在一个什么场合下讲的 是他跟那个邓丽群 和胡桥木 谈话的时候讲的 谈话的时候讲的 好像 是哪一年呢 记不记得 1983年 1983年 那就是 就是在当时纪念 马克思 这个41周年 就是周阳 讲了这个报告以后 那么 因为胡桥木 他们劈利他 周阳不服气 不服气呢 那周阳就整理了18条 马克思的语录 通过博弈博 送给了邓小平 而且还写了信 大概也提到 1964年 他讲过这个问题 毛泽东是赞成的 那邓小平 那毛泽东就受了他的印象 随时发动文革 好像是受了他的 受了他的害吧 对 刚才这个阳明老师 讲的这个会呢 就是1983年 纪念马克思诞成 这个逝世100周年 这么一个会 当时周阳做的一个主报告 其中就提到这个问题 是吧 就是后来就是 在这个会之后 他们这些人就 就很不高兴了 很不满意了 那么这个是 我讲的是这个 异化这个 这个字的一种 最初的一种 那后来呢 到了那个 19世纪的 那个德国 古典哲学 兴起来的时候呢 也普遍的 运用这个概念 而且把它 从一个社会科学的概念 变成一个哲学的 概念 甚至于变成一些 德国的哲学体系的 一些核心的一些概念 那就是 菲希特 黑格 跟弗尔巴哈 这三个人 把这个 异化的概念呢 从一般的 社会科学 政治学的 这样一个具体的 国家的异化 提升到一个 哲学上的一种 异化的概念 那么这三个人的 异化概念是不一样 一个是 菲希特呢 它是一种 叫主观伪性主义嘛 它认为 整个的 自然界 跟社会 因为哲学 它是研究 万物的起源嘛 那菲希特认为 万物的起源 就是我 就是绝对自我 纯粹自我 就是说 这个自我 异化成为一个 非我 那就是变成了 自然界 历史 人类的历史 自然界的历史 都是 这个 纯粹自我的 一个 创造物 可创造出来以后呢 就变成一个课题了 整体的异化了 所以说世界史自然史的 都只是自我 跟非我的 一块 这个概念 我不知道大家 容易不容易明白 反正我在 上了一个中修的时候 有一个同修呢 就一天到晚 跟我辩论这个事情 在上海的时候 上海的时候 因为这个概念当呢 不知菲基特有了 那个迪卡尔也有了 我是过我在 对 他就跟我讲 你这个人 我现在看见你这个人 我想到你这个人 你就存在 假如我都没有了 那我都没有了 那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 我怎么知道 你不要说 那个年轻人的话 很难反驳 产生这样一种感觉 是很容易的 而且你很难去 辩驳它 对 你很难证明说 你不在这种世界 还在 你怎么能让我知道呢 我觉得只有我 我看到的就是 这就是菲基特 迪卡尔 那么大的 我学问家科学家 他都是有这个概念 说非我 自我一化成非我 非我好像是一个空间世界 其实都是我的想象 我是过我在 我是 所以世界在 所以历史在 这个概念 也是不容易摸到的了 这是菲基特 那黑格尔呢 就不是这样了 客观微信主义 客观微信主义 他就是说 有一个绝对理念在那里 绝对理念呢 异化了 就一生 就变成那个 那个世界万物了 历史啊 社会啊 这个自然界啊 都从这里出来的 所以客观微信认了 那么那个非我把他呢 那那他万物之源不是精神 不是绝对理念 也不是这个成全之我 他说世界 世界就是 世界的那个 万物的根源 就是自然界 他说宇宙和人类社会的基础 就是自然 人的最高本质 就是人的自然本性 他说上帝呢 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 就是人按照自己的想象 自己的样子 制造了一个上帝 然后呢 把自己的自然本性呢 都交给了上帝 所以人自己的自然本性呢 就丧失掉了 去崇拜上帝 但是这是人性的异化 所以这三种哲学家 都把异化呢 作为一个他的哲学的一个 核心的一个概念 那尤其是很高 那他这个哲学就是 叫异化 因为他是变成法的大师嘛 异化就是变成法 自己的东西 创造出来的东西 变成自己的对立面 那马克思呢 就是把这种哲学的思辨 概念呢 应用到实践上 所以他 马克思来讲 他既是哲学概念 又是经济学的概念 所以他的这个异化 写什么地方讲的呢 就1944年 经济学哲学首稿 所以他又是哲学 又是经济学 他是从这个劳动 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 异化来推荐出他的整个的 这个异化的一种哲学思考 那么就是说 劳动 创造出来的商品 变成压迫劳动者 自己的一种一级力量 他写的这个小说 这些读书 这些经济学首稿 这个读起来是有点费劲 但是他用的词呢 也是很生动的 并不难理解的 那他说劳动所生产的对象 就是生产的劳动的产品 他作为一种一级的存在物 跟劳动相对比 他就是工人 他说比如说工人在劳动中间 他耗费的力量越多 他轻舍创出来的东西 来反对自己的 一级的对象世界的力量 也就越强 就是他生产的商品越多的话 那这个 就是说等于是资本的力量 就越来越大 那个资本压迫劳动的力量 也越来越大 所以呢 结果是说他创造的家事 生产的越多 他自己能够消费的越少 他创造的家事越多 他自己越没有家事 越低贱 工人的产品越完美 工人自己的越机型 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 工人自己就越野蛮 劳动越有力量 工人越没有力量 劳动越技巧 工人越愚蠢 越成为资产界的奴隶 就是说他生产的越多 那个劳动 劳动的价值就越低一点了 这样一个 就是说他自己的劳动 耗费的力量 创造他的东西 就变成 统治他的 他的队里面 使他自己更平均 使自己更没有力量 更没有力量来 维护自己的自由和利益 这些话 就是来讲这个劳动的异化 劳动的异化呢 这样就产生了人的异化 所以说人的解放 必须克服劳动的异化 成为一个自由自主的 一种劳动 那这个 这个是马克思的 那个 主要的思想 他当然讲了很多了 我们在这里 也不能来仔细的 来跟大家介绍 大家有兴趣的话 当然自己可以去研究 那么周扬 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是什么 第一呢 他提出来就是说 承认异化 才能够克服异化 因为 比如说 邓丽群 胡乔木 邓小平他们 他们就是 不承认 社会主义 现实中间 有这个异化 他们一个逻辑很奇怪 社会主义有异化 那怎么到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有异化 那就说明你对社会主义没信心 那这样正好相反 说你承认异化 才能够克服异化 你不承认 你的异化会越来越严重 这是他的第一点 跟邓小平他们不同的 第二点呢 改革就是克服异化 包括经济的 思想的 政治的 经济的 就是劳动一化 那就叫解放劳动 解放劳动力们 思想一化 那就要思想解放 人的一化 就是要人的解放 所以说全面改革 就是政治经济 思想文化全面改革 就是要克服 社会领域里头的 政治领域里头的 思想领域里头的 各种一化的现象 所以说 大家不是讲 改革开放的设计师吗 如果说 正有所谓 改革开放的设计师的话 那我看 如果说 中阳跟胡耀邦 他是有一个改革开放的设计师 设计的话 我觉得是 可以证明的 比如胡耀邦讲的 三次大讨论 就是思想 经济生产 生产目的 生理标准讨论 和人民当国家主人讨论 就是要克服 劳动的一化 思想一化 跟国家的权力的一化 那这样的 改革就是克服一化 各个领域 怎么一个克服一化 这是他们的 应该说 是一种设计 实践中间 归纳出来的一种设计 可是这些 恰恰是邓小平反对的 那现在说邓小平 是一个设计师 怎么设计的呢 白毛海毛 摸着石头过河 摸着石头过河 而且更有趣的 最近我看见网站 很多推崩邓小平的文章 现在很多 说邓小平啊 喜欢读那个了解之语 他说有人就研究发现了 说邓小平的白毛海毛 就是了解之语里头来的 了解之语一个故事 有什么 黄黎 黑黄黎 黎就是猫 猫 就等会来的 我也看 很可笑 他研究了半天 因为邓小平讲白毛海毛 是我听见的 7月7号1962年 是不是当时讲的是白毛 黑猫黄猫 黑猫黄猫 他讲的很 什么讲的呢 就是说 这句话从哪来的 他都讲了 他说过去战争时期 刘伯成 同时有一句话 叫做黄猫黑猫 抓住老鼠 觉得黄猫 就是讲的 抓住敌人嘛 能打败敌人就是 就是战争时期的刘伯成 讲的话 他从这里借用的 他哪里说什么 了解这一个故事 黄黎和黎 所以这些人千相无畏 所以吹捧 什么也无知 无知吹捧无知的 无知的人去吹捧无知的人 现在就是 很多文章就这些东西 还没有比如最近 最近那个 我扯手一扯一点 因为最近 网上都在批评 那个 那个 习近平 背叛了那个 邓小平 邓小平 好不容易 这个吹损了终身制 说在 说在八二年宪法里头 去掉了那个 加上了那个主席连任制 他给去掉了 好像邓小平的八二年宪法修改 是要取消 取消那个终身制 根本是封马牛不相接的 邓小平说 他在八二年宪法修改的时候 只是要去掉四大 去掉大明党 大明党 大字报 大字要封杀大字报 封杀鸡丹墙 你考的 那么取消这个 主席的那个 任期限制 对 加上主席任期限制 根本他就是要 因为他当时 就是一个军委主席 他从华国政府封策里 制造到了一个军委主席 党的主席也没拿到 党的主席当时 八零年的事实 他把护腰帮 他把 花工搞下去 这是护腰帮 另外国家主席 给毛泽东废废掉了 他要恢复 恢复以后 他也当不上 因为他也不是总书记 也不是党主席 当然当不上国家主席了 那么他要让别人当 让别人当 他当然不能 让他有很大的权利 他让什么人当呢 国家主席 副主席 什么人当 第一个就是李先念 李先念 干了几年 干了一届 干了一届 不要说两届 干了一届 他就觉得 杨山坤功劳 杨山坤功劳当国家主席 当然李先念很不高兴 你不说年轻话吗 杨山坤功劳不开 他两岁呢 怎么又来 国家主席又来又老了 那副主席 这不用说了 王正清楚 金人污染 李乐公了 他就让王正到 国家副主席 属于说 邓小平 邓小平 去掉国家主席 并不是 去掉国家主席 而限定国家主席 两任 根本跟那个什么 什么任其志 任其志 总书记 任其志 无限的 军委主席也是无限的 军委主席也是无限的 实际上真正无限的 就是他的军委主席 他军委主席当了九年 一直当到那个 最后又是屠杀 都是他的军委主席 而他当中委主席 废掉了三个总组级 总组级 有限期 有限期没有限期 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跟这个去除终身值 那邓小平 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都不在他手里 但他说 他居然可以 凌驾于党之上 凌驾于 国家主席之上 这就是邓小平 当然国家主席 要不要认其 这个问题 当然是可以讨论 但是说 这是违背了邓小平的 这个我觉得太可笑了 邓小平是唯一的 从来没有当过 国家领导人 自奉为第二代核心 第二代核心 就是他自己自奉的 而且是在 另外就是 走过他之前 第一代核心是毛泽东 第二代 实际上是我 实际上是我 那就抢了呢 民意上根本没有 你永远能选取他 你永远能让他当核心 从首席是核心也好 主席支持核心也好 他都不是 他尽为主席是核心 所以说那个时候批判什么 高杠不能说风法 高杠军党论 那么真正的把军队 凌驾于党 这党就等下了 所以说这样一个改革 把它跟科普一化连起来 这是真正的 就是你要是正改革 要全面深化改革 你就是要把共产党的一化 把它用改革的方法 克服过来 改革的克服 那么你不解决这个问题 你的改革 就是加改革嘛 就是翻改革嘛 那么这样的一化和人道主义 实际上它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那么它在1964年讲话的时候 它认为 修正主义 是把人民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利 反过来 变成一个支配和压抛人民 使得人民国家 变成反人民的一种一级力量 这样一种异化 甚至社会主义的异化 或者是权利异化 但它当时呢 对人道主义呢 还是延续了 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 这样一种观点 并没有提出新的见解 那么到底是不是毛泽东 对人道主义 是不是毛泽东 对这样的一化 接受了这样的一化观点 发动了文革 我没有材料 而证实 或者是否定 邓小平这么讲 从逻辑上也可以 但是呢 不一定 毛泽东说这样的一化 毛泽东自己 也可以跟周扬 不约而同吗 因为他反了修正主义吗 他都是讲 周扬除了修正主义 所以你们可以起来造反 修西柴和其一 这也是他的一贯的思想 当然也可以说 他们两个人 一化这个问题的 有共同点 那是可以说的 问题是说你 到底对不对呢 是不是毛泽东 成人一化 那就是一定是错误 问题是说 毛泽东 发动文革 我认为 把毛泽东发动文革 完全是为了 权力斗争 这一点 周扬认为没有说服力 我也认为没有 周扬说 毛泽东发动文革 不能完全说 他是为了权力斗争 因为权力就在毛泽东手里 并不是说 有人讲的好像 文革的时候 大权已经 落到刘少奇 跟邓小平手里了 毛泽东要把他抢回来 所以需要文革 实际上 并不是这样的 这样说毛泽东是有执行的 当时权力就在他手里 他当时在南方 刘少奇跟邓小平 发动文革的时候 他在南方 从政治局扩大会议 他都没有参加 那么后来 当然邓小平 刘少奇 他是把文革当成是反右派一样 主要是 一部分也这样抛出来 大家可以打 像彭卢洛阳 那么另外呢 就是要抓那个 学生中间的右派 自治分寸中间的右派 所以说开始的五十天 毛泽东都不满意了 所以他就要发动一个 所谓自下而上的这样一种方法来发动文化大革命 那么这样一个结果 造成什么结果呢 按毛泽东自己的说法 就是造成的结果就是打倒一切 全面内战 年代呼噜 毛泽东在自己最后的时候 他说自己做了两件大事 一件是民主革命 一件就是文革 他说文革 实际上他讲文革那三个错误的时候 他已经感觉到 这个文革是失败了 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年代呼噜 那还有什么成功啊 那不是更严重的一话吗 所以说 毛泽东说三七开 三就是打倒一切 全面内战 年代呼噜 但是呢 还要肯定七 七就是什么呢 目的为了反省反省 结果文革本身也走向了反面 不但没有能够反修反修 而且变成了一个全面内战 打倒一切 年代呼噜 十年灾难 所以我是觉得 从邓小平 他要是聪明一点 他应该结过了 这个 毛泽东不敢起草一个决议吗 你不是最后 走干问题决议 还说毛泽东是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吗 还说只是 我们还要高举吗 四肢带带高举吗 还要完整 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体系吗 你为什么 你写一个文革决议 你否定他全面内战 打倒一切 也在护辱 但是肯定他 反修和方修还是符合于 他自己穿成那个毛泽东 完整体系的 不是说干你什么 你去讲了毛泽东的那么多体系 那为什么没有这个 为什么不能讲 那其实说 就是说邓小平的脑子里头 文革就是大民族 要是师大 就是群众造反 就是群众造反 而不是这个文革造成的那种 全面内战 你在呼噜那些打的东西 后来也证明了 他那些什么红八月里头 那些胡作非为的那些 后来都提拔起来了 那么反而是那些所谓 平民造反派 来达成这个三种人 所以真正反思文革教训的 不是邓小平 是这样的 这样反思文革教训 不是讲邓小平那样的 否定一化 否定人民 而是认为 要克服一化 用毛泽东那样的一种方式 是得其凡 一定是失败的 因为你看起来是发动群众 实际上是让一些 更腐败的 更反人民的一种力量起来 因为群众 像中学生 大学生 他怎么能够知道 谁是学生主义 那就变成一种 纯粹的一种 必然是被人操纵的 被人操纵的一种权力斗争 所以说 这样的反思文革 他是通过来考察社会主义的 整个的经济思想 文化领域里头 存在的一化现象 来进行全面的彻底改革 来克服这些劳动异化 权力异化 实际上异化 所以说 在1980年9月的时候 就是胡耀邦发动第三次大讨论的时候 第一次就要过去了 第三次是1980年 当然每次都是被胡椒班 他们抵制了 没有成功的 没有最后能够得出成果的 那他就讲题 就是讲一化和人造主义 第一次在党校讲 党校讲的里头 我觉得可以有几句话 我现在可以 它代表它重要事项的 我可以讲一下 这样说 一化就是说 主体在发展过程中间 产生自己的对立面 然后这个对立面 作为一种外在的 异己的力量 转过来 反对或者支配主体本身 他说 这各种的一化现象 都是说服人 奴役人 贬低人的价值的 由于民主和法治不见权 人民的公仆 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利 反过来做人民的主人 这就是政治领域的一化 思想领域的一化 就是个人崇拜 这样说 一化是客观存在 承认有一化 才能够克服一化 改革就是客服一化 实现人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全面解放 使得人的本质力量 得到充分的自由的发挥 就是这一些话 实际上1983年的那篇 学术报告的主要论点 都已经包含进去了 当时胡耀邦 对这样的报告 胡耀邦亲自把他请来的 自己主持的 他很欣赏这样的看法 他要我把周耀邦这个讲话的录音 整理发表 那么当时 我跟周耀商量的时候 周耀起初是犹豫的 他说他现在还在研究 这是胡耀邦请他来 也没有准备讲稿 他想到那里就讲到那里 我连讲稿也没有 没有讲稿 他有没有一个提纲 周耀他这个人做报告 喜欢这样 就有个提纲 就是自己写上几个 想到那里 想到那里 但是讲稿也还是很有系统的 那么周耀 由于我跟胡耀邦商量 胡耀邦商量你不要管他 你先把那个 整理出来 文字稿整理出来 再送给周耀 后来我把它整理出来 把文字稿整理出来 送给周耀 没想到 他很快就退回来了 所以刻意发表 稍稍认识一下 没有改几个字 当时胡耀邦 当然首先想在理论动态发表 当时胡耀邦已经反对了 跟理论动态 他只有那么几页 他这个很长 理论动态可长可短的 可长可短 可长可短 没有限制的 至少是事业能喝的 多的也有 像胡耀邦自己的文章 在理论动态发表过两篇 都是很长的 那 胡耀邦不同意 因为他那个是已经是跟着胡耀邦 然后邓李军反制业化 和宣传陈云思想了 不但不同意还紧接着 他把邓李军请来讲陈云经济思想 讲了四次在党校 那么怎么办呢 胡耀邦 胡耀邦因为他当了总处军以后 就把那个理论动态的订稿权给了胡耀邦了 那胡耀邦那你就登中央党校校刊吧 因为中央党校 他说那你就把它作为一个学术理论研究 中央党校校刊是发表比较大的学术性文章的 那么那个校刊是我们分公司是我管的 因为胡耀邦已经把理论动态的权利拿过去了 后来就在中央校刊才发表了 不过发表上也好 因为当时邓李军他们是很注意那个理论动态的 不太忠于校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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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那些 那当时这个王震已经来了吧 已经来了 没有没有 801年802年才来了 王震还没来呢 王震来了的话 胡耀邦还去不了 83年的时候王震已经是校长了 80年的时候是胡耀邦主持的 但是那个胡耀邦 胡耀邦还没有 胡耀邦是81年 因为81年六中全会才正式的 就是把 总书记 把那个 胡耀邦 把华国锋主席拿下来了 但是华国锋还是常委 所以华国锋主席拿下来以后呢 他就叫 他要辞掉 辞掉校长 那么胡耀邦呢 他也不愿意 接替华国锋当校长 他说那我也辞 这样子就 他当时是想让你向南来 后来 陈云最恨向南 就派王震 王震开始不想来 陈云说你去 党校办这个 黄埔军校 我还派你 给你派一个胡校长 蒋校长 所以这样 胡耀邦在当校校刚才发表的 那个时候 恐怕 就是 邓小平 那个陈云他们那些人呢 80年的时候呢 正在全力策划 打花空风的时 因为当时 80年开了五中全会 五中全会呢 他就是 当时 叶建英是想立保 华国锋 为首的这个领导集体 所以他就加了两个常委 胡耀邦跟那个 赵紫阳 还搞了一个书记处 一些年轻的 这样呢 他想能够 维持这个 集体领导 集体领导 他还加上一个集体职班 因为三个年轻的了嘛 他就分嘛 一个主席 一个中书记 一个中理 他是想稳定这个结构 那么他们觉得稳定这个结构 更动摇不了 所以立刻部署 这么把花国锋弄下去 所以当时就有很多动作了 包括那个 我刚刚提到这个问题 决议 争论的很激烈的时候 他们突然提出来 加上 花国锋弄的一段历史 什么 派外的两年 什么 加上他很多罪名 这些 都是他们当时集中在搞的 所以没有把注意力放到遮阳头上 那么到了1983年的时候 情况就不一样 83年那个时候 花国锋弄就下去了 那个时候 斗争就 斗争就 斗争就集中到 集中到那个胡耀邦 跟周扬 两个人沉上 一个形态方面 一个经济方面 经济方面 经济方面嘛 就是1983年呢 1983年呢 1983年就是 就是 改革开放啊 已经取得了 相当多的大的成绩了 因为改革开放 实际上从1976年 粉碎熟人包就开始 到1983年 已经有六七年了 当时特别是农村的形势 农民已经从人民公司 解放出来 不但农业大发展 而且 农村的乡镇工商业 也大发展 已经形成这个 农村包围城市的一种 新形式啊 改革开放啊 当时那个 在湖北深的那个 陈沛显呢 上了一臂站 本次计啊 可以翻两番 那么胡耀邦到湖北去以后呢 他当总初期以后 一直在全国调查研究 他也上了一臂站 他认同陈沛显的看法 认为全国呢 也可以 算两番 他算了一下 每年正在百分之七点二可以达到 那实际上 当时这个各地的发展来看呢 这个目标 不能 是可以 可以的 所以他就发表了一篇讲话 叫做全面改革和司法建设 他说要 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呢 必须全面改革 各个领域啊 什么有系统的全面的改革 他讲了很多 后来 他们要反对他就是从最开始的 83年不是 反吴嘛 倒吴嘛 那么邓小平呢 对那个 翻两番啊 他开始是赞成的 因为他在武汉还开了一会嘛 胡耀邦啊 这个姚依林啊 赵紫阳 他们都去 他翻两番的话 每年了多少 那胡耀邦说他们都没有算过 他都没有算过 我说七点二 郑小平将来觉得还可以啊 而且郑小平说 当然指标过高不好 但是现在过低 老实说百分之三百分之四 这个都超过很多 所以他觉得呢 也不一定合适 所以之后呢 反正那个姚依林、陈云他们就走不住了 所以 上月7号那一天 正是 胡秀牧、姚依林在陈云家里 商量 对胡耀邦那个高指标 什么这些 来发动斗争的那个时候 所以同一天呢 周杨在那个 党校讲那个 报告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报告 再次引人注目地提出 一话和人道主义 因为第一次没有人太注意 这次他 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 马克思一百多年 而且当时他是写好的报告 冷水一份 而且呢 还是请了一个 博音员 这个博音员 这个博音员 所以这个人本身是非常大的 但就是周杨当时只讲了 念的前面一两个 前面 讲了一个 就让他念了 因为那个会呢 实际上也是中央决定的 中央决定就是说 3月14号 是马克思主义一百多年 开两个会 一个呢 纪念会呢 胡耀邦做报告 学生讨论会呢 有这样做报告 那学生讨论会开的比较早 在3月7号 就做报告了 那么 那个时候 大家都很欢迎 那么 王正呢 听不懂 他跟着也鼓掌了 他走到周杨面前讲 你的报告真好 我很熟教育 我想问你 一话 是哪两个字 后来周杨在字上写下了 一话 两个中文字 那王正点点头就走了 王正没有看出问题 那么 看出问题的就是邓李琴 邓李琴 这个 马上就发现问题了 他就 跟胡椒木 他说 他后来自己讲 他说那天胡椒木 因为有重要的事 他没有讲 就到程序论里去商量 到午的时候 不能参加会 所以下午才跟胡椒木商量 商量的结果 第一 告诉王正 要王正宣布 会议延期 先休息两天 然后组织人 围剿折扬 那么 找到了几个人呢 我记得有个叫王南生 还有几个什么人 嗯 北大的哲学教授 是吧 小教授 那么 王正呢 开始是狐狸糊涂 后来他就 后来他就成了那个 成了那个大中央的一个 勇敢分子吧 最出名的一个事件就是 到了下半年的时候 发动体青春精神污染的时候 他跑到南京去 加了一通 火力很旺 后来就是 在全国展开 青春精神污染运动 就是王正在南京召开了一次 是科学社会主义 学会的 成立大会 他做主题报告 就是要在全国开战 那个青春 污染 结果引起这个天下大乱 国内外都以为文革要起来了 当时什么 剪头发啊 剪裤子啊 什么妙语 弄菩萨 什么都有 所以有一阵天下大乱嘛 后来邓小平当时还查问他 说你一跑到南京去怎么回事呢 讲这些东西啊 王正说那是邓李群弄好了稿子 要他跑到科学社会主义学书成立大会上去念 他邓李群说了 要邀请他当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的主席 邓小平说你不要当了嘛 什么科学社会主义啊 你讲得清吗 后来不是让他当那个国家副主席吗 那么第二天呢 3月8号 人民报就发表了周扬的那个 报告的强细报道 而且还预告 全文 本报例行发表 3月8号 那过了2天3月10号 胡销木就到了玉文 王和静之 王中水 夏爷 到了浙阳家里头 他目的呢是想让浙阳放弃 带着命报发表 但是他当时的注意力 还在那个 道屋那件大事 所以脑子可能没转过来 所以讲话呢 就说这样的文章 讲得比较周到 有些问题呢还讲得不可圆满 可能会产生一些误会 还说我是战胜人道主义的 在人道主义问题上呢 一直有各种糊涂思想 没有把阶级斗争 生与价值 历史唯物主义 社会主义等多联系起来 可能呢混同于资产阶级 人道主义 就这么讲了一些糊里糊涂的 然后呢把王中水批了一下 王中水写了很多文 讲车下人道主义啊 这些什么 但是呢 通便讲话 没有谈到异话 可能他还没有弄清楚 最后说 这家同志你年高得少 年老体重 是否可以 易将慎用最穷寇 将文章没有设计的地方呢 说信说得清楚一些 然后说担心本 就说了这么一段话 那么 这是3月10号 3月15号呢 邓里群召开中央宣传部 部部部会议讨论财阳报告 他会议中间 他打的电话给财阳 说你的那篇讲话 乔木同志提了一件 希望你自己进行修改 你改了没有 邓里群 这话比胡椒没有硬的多 这样说 讲都讲了 我不准备改了 邓里群 说这样一来 就不是我们两个之间商量的问题了 这就需要集体讨论 你是我们宣传部的顾问 中宣部的部长 副部长要开个会 讨论你的文章 能不能发表 在哪里发表 所以说你们开会我不来 邓里群说 你是老同志啊 长期做领导工作 对这样的事情你处理很多 你用这样的态度对待我 到哪里 我都会让对你有不同意见 第二天 3月16号 这样的文章全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那当时是王若水他们 啊 当时是王若水跟秦川 那他们两个决定的 当天呢 3月16号 当天邓里群就到了贺金之李彦 卢志超三个人 起草了中宣部关于人民日报 不听招呼 全文发表遮阳同志 长篇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 邓里群的报告 重点还是放在批王若水 说王若水要对发表遮阳文章 负主要责任 也要对专家起草遮阳文章的人道主义 和异化这一部分负责 他是企图利用这样的威信 把自己的观点变成权威的观点 包括从前还算了王若水的总账 说几年来王若水发表了一系列的宣扬 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意义化 等观点的文章 实际上成为当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 思潮的核心之一 接着批周扬了 周扬同志 不顾自己的地位 在乔木同志代表邀邦同志提出 要他修改后 在发表的意见之后 不认真考虑这篇讲话的发表 可能产生的影响 致使其言不做修改 不论作者主观愿望如何 其客观效果 势必是在思想界引起混乱 对周扬同志在这样 关系重大的问题上 不严肃不负责任的表现 希望他有所认识 表示正确的态度 最后是处理一件 一 建议撤销王若水的 副总编辑的职务 秦川也有错误 因此为一次检讨 周扬是中国委委员 第二 周扬是中国委委员 请周扬帮助他 做出适当的自我批评 在周扬上表示一下态度 报告送到中央书记处 那中央书记处会上呢 习仲兄讲 要周扬在什么会上表示态度 没有必要吧 胡耀邦讲 你们写的报告 设计具体是 要和本人核对 今天我们不做结论 先把报告给本人看 该改的 该更正的 要搞好 然后 三月二十六号 就开了一个和对视之会议 周扬部去了胡乔木 德里群 语文 贺金志 对付那个周扬秦传王六水三个人 胡乔木讲 我本来跟你说过 这位学术文章修改好后 在哲学研究发表 我也是代表邀邦同志 同你谈话的 周扬说 你说你代表邀邦这个话 我没有听你讲过 你也没有说 文章不能在人民日报发表 相反是同意了的 为什么发表了又成为大错误呢 你这个人讲话 从来都是今天一个说法 明天又是一个说法 我不知道究竟相信哪个 这个周扬很厉害啊 我得试试 胡乔木说 我没有说过 怎样文章可以发表 周扬说不是这样 一个中央负责同志讲话 不能今天这样讲呢 明天又那样讲 胡乔木说我不会 周扬说你可能忘了 有很多同志讲 乔木讲话的长遍 胡乔木 你写信说请于审查执政 我也提出意见了 周扬说你没有说不能发表 王洛水说我只听到 胡乔木对人道主义发表 这样大样的意见 没有说修改以后才 哲学研究完表 怎样没有办法呢 对不起了啊 大家同意 查记录 后来王洛水就念了他的笔记本 记得胡乔木的讲话 胡乔木说 遮压重置年高多少 年老体肉 两样都有 是否可以一将盛用最穷寇 书信家文章中没有设计 没有说清楚的地方 说清楚 然后出单行本 这样插话 报纸上要发表呢 胡乔木说那没关系 在报纸上发表的时候 是否在前面加一个说明 然后胡乔木呢 胡乔木怎么说呢 胡乔木说你的记录是忠实的 我大样说是因为人要讲礼貌 讲礼貌 讲礼貌就说可以发表 然后不讲礼貌了就说不能发表 所以还不是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 胡乔木记录有说 这里有很大的斗争 承认不承认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承认 我不能同意 王老师说话 这样同时文章讲道了 讲道了这一点啊 胡乔木说是假了 但是重点不在这里 这样我的重点是落在改革上 结合改革难道不是联系实际吗 后来何金斯呢好像来大员上了 我没有做记录 但我觉得还是改一改好 这样同志可能有些误会 但人民日报呢不是误会问题 人民日报是那个 等你去张文不许他发表的 胡乔木说你们放心 我不会因为今天的争论影响 我对你们的同志友谊 更不会影响 对这件事情的处理 据东李琼的智树 他的12个春秋讲 他把事实核对清除以后 又把报告呢做了一点修改 4月20号再次报声速记处 再也没有消息 他说有点流中不发的味道 就好像胡耀邦把他的报告给密起来了 这是邓丽群回忆中讲的 后来又说 根据他在邓小平那里谈到的问题来看 好像这个报告是送给邓看过 那流中不发的该是邓不是胡了 都他在那个12个春秋里讲的 最后流中不发的并不是胡耀邦的意见 而是邓小平把他压下来了 就是他说的邓丽群说的 就是邓小平 他本来以为是胡耀邦里都不发 后来他到邓小平那里去 邓小平看过那个报告 是邓小平流中不发的 就是这样 自己写文章 画了那么多的力量 就是录丁自己 胡晓峰自己写 但是邓丽群那么多的力量 用几十万本 不行啊 所以一定要逼邓阳 自己来做检讨 是我错了 胡晓峰不断的登门 给他鞠躬九十度 要邓阳做检讨 还打着什么胡耀邦的名义 邓小平的名义 邓小平说 我的观点你不动意 可以探讨吗 他妈叫我检讨啊 我还要坚持我自己的观点呢 不成 后来就 还是打着邓小平 跟胡耀邦的名义说 你还是 是不是 新华社记者来访问 表一下菜 是不是可以 后来给他摸摸摸摸摸 最后 这样大概就是表了个菜 表了个菜本来就是表了个菜 简单的就过去了 结果搭上旗鼓的 到处去好像 怎样检讨了 怎样认错了 所以这样就很后悔 就 抑郁 后来就是气啊 气的就是 得了那个导暖化 我是不懂这个 医学的人家好像这个 这种心情很容易 这个抑郁不起 更可笑的就是说 胡耀邦 还要去看周杨 还拿出一首诗 给他 这首诗呢 非常有趣的 嗯 谁让你逃出剑盒 谁让你割上我好友的手指 就说我胡耀邦一把剑 这把剑呢 不是胡耀邦他出来的 他自己跑出来了 跑出来了去 去割了那个周杨的一个手指头 嗯 血从他手上流出 也从我心头流出 就在同时 哦 这样子是流了一点手指头的血 他都心里头流出血来了 所以大家看了他的诗 觉得这个人 真是何言无止 还要请原谅 可锋利不是过时 他那个剑还很锋利 他只过了一个手指 其实手指也没跟到我看 伤口会愈合 友情会保持 以后的阳光将造建大地 更美了 用抱着一对战士 怎么样 这样的伪善者 你能找出第二个人来吗 对到时候我们这个诗啊 我们会做成字幕 让我们的这个观众啊 都能都能在荧幕上看见 看见胡销木这首奇诗 胡销木赠给周杨的一首诗 一共就是八句 就是刚才阮明老师念的这八句 可惜周杨他的智慧的走脑 正在判定他一生中间的高峰 我觉得这样这个智慧 正是在他的高峰的时期 如果他不受这个刺激气势的话 那确实像陆定一讲的 他可能活得比陆定还长 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他被迫停止了他自己的思维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 1980年代的一个不可弥补的一个重大的损失 当然他留下的遗产还是很符合的 但是他不完整 正好象他要做的三件事 他也没有完成 他想做的事 从鲁迅研究 一直到反对一话 提倡人道主义 都刚刚也是一个开始 他在开始的时候 就失去了自己的思维能力 我觉得这是 这样的悲剧 也是中国人民的悲剧 好 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 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各位观众 请不吝点赞 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